我們今天的兩大主題 第一個主題會談人際溝通的部分 然後第二個主題會談認識自己 所以如果談不完的話 明天我們還有時間 我們今天這個休息時間可以短一點 可以把二十多分鐘還回來 對對對 OK 好 然後另外就是因為我想說 我們原來還有今天跟明天之外 我們本來還有另外一次次在下禮拜 那我有跟紫薇商量 就是我想先就我們這四次的採訪內容 我先把稿子寫起來 大概寫到八成 所以最後那一次我想說 就稍微再晚一點 對 再晚一點 所以最後那一次我想說 就跟我們之前去年狀況一樣 我最後把整個稿子整個review過一次之後 就是再跟我們去核對裡面的一些事情 沒有問題 OK 好 那我們就先開始了 人際溝通的部分是這樣 就是因為曾經有人說 人生裡面百分之九十的困擾 都是跟人際關係有關的 不是百分之半 對 我自己修正過 所以我們今天人際關係的部分 我們會從家人的部分 然後朋友就一直展開來問這樣 那家人的部分是這樣 就是因為大概 Audrey的經歷裡面 其實我們都可以看到 你的家人對你扮演了很多支持的角色 那所以就是您覺得 就是回顧起來 身為家人 你覺得我們在面對我們家的其他家人的時候 有沒有一個什麼樣的互動的方式 或是自己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是比較好的 你覺得 是 我常說就是越早把小孩當成成人 他就越快能夠成熟 能夠為自己負責 那以我自己的例子 我大概十三歲吧 我母親就是說 就已經成年了 這樣子 那所有 其實從大概德國回來吧 我們家就是我們互動的方式等等 就基本上不會再說 好像我是小孩 大人要幫我負責 而是我要為我全部的決定來負責 那我覺得這是蠻好的 因為一方面也是我父母在德國看到 他們大人對於十歲十一歲的小孩 就已經是這樣的態度 所以也修正了他們自己以前 對教育的一些看法 那二方面也是看到說 德國這樣子的小孩 這樣子的家庭的對待出來 真的他就為自己負責那個成熟的程度 不遜於台灣這邊十八歲二十歲的人這樣 所以我是覺得我們是整個受到那個文化影響 所以那是他們對你 那你對他們 或是比如說你對弟弟 就是你有改變你的就是應對方式嗎 是一樣的嘛 對因為等到我回台灣十二十三歲 那我也就是對於家裡的其他的成員 都是用好像對方是一個好朋友 或者是等於是peer to peer 是同儕之間這樣子的方式 不會因為我年紀小 就覺得好像大人要幫我負責 不會因為我年紀大 所以覺得年紀小的我要幫他負責 沒有這種事情 大家都是自己對自己負責 嗯 是不是因為這樣的認知 所以後來你決定 不要繼續升學的時候 是你跟杜校長提出的 不是我去找我爸媽跟杜校長講 對對我的意思是沒有效果 對因為確實 因為像我自己八歲的時候 那時候的休學 是應該是我媽去跟我的老師講 對 那但是在十四歲的時候就完全不是 基本上是不管我爸媽那時候怎麼想 我是希望先說服校長 校長再來幫我說服他們 所以把校長變成你這一邊 對對對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這個就比較像是一個成年人的處理方式 成年人如果他在職場受到什麼問題 他當然是自己去找老闆講嘛 不會找自己爸爸媽媽去跟老闆講 對那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覺得也是因為十一歲 從等我回來之後那個相處的模式的改變 讓我覺得說本來我就應該自己負責自己去找校長 嗯嗯嗯 這個是認知的一大躍進 對 不容易 那延伸出來的問題就是說 那如果有人是跟你不一樣 是碰到不支持自己的家人的時候 嗯 你覺得如果在這種狀況之下要怎麼樣跟 因為我去找校長的時候 家人也還沒有支持我 對 對啊所以並不是不一樣 是一樣的狀況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重點還是你要做的這個調適 這個改變 那個關鍵的人物是誰嗎 那我想家人他是可以理解 但是不一定總是那個關鍵的人物 嗯 那所以以這個去找校長這個例子來講好了 我是確實做了很詳細的準備 校長會用什麼方式拒絕我 呃 他的就好像對話術一樣嗎 他講這個我就講這個 他講這個我就講這個 當然最後全部都沒有用到 因為第一句話校長就同意了 那但是我有做這個準備的意思 就是說 我不會覺得 準備這個是我的家人的責任 嗯 因為第一個 他們未必真的同意 那第二個 他自己不同意的事情 他要幫我辯護 這也是有點強他所難嘛 所以就是自己也是自己負責這個前提 也可以推廣到說 不管家人同不同意你 那你先把你的自己的想法很清晰的能夠描述出來 那這樣子他就算不同意 他至少可以接受啊 但如果你是說 欸我沒有想清楚 那我就要說服我的家人 那他也跟著我一起想 但是他又不太同意 等等本來應該是往外面溝通的 因為關鍵的人物在外面嘛 就會變成家裡自己的這個溝通的障礙 嗯 所以你覺得關鍵是在自己有沒有想清楚 就是說自己對外的這個態度 自己有沒有想清楚 嗯嗯 OK 嗯 如果當時杜校長不同意 你覺得不一樣 我有非常多那個對話的劇本嘛 沙盤演練 沙盤演練 真的 因為就是有很多妥協的可能性嘛 嗯 幾天在學校裡 幾天在外面之內 雖然在學校 但是自己去電腦教室之類 就是有很多可能的安排嘛 原來還有這個 對 但都沒有用上了 對 所以這其實就很像現在的自學 就是你可以自己決定 一個禮拜裡面 你有哪些課是要去學校的 是這樣子 所以你的理想版本 後來是在現在的自學方案裡面出現 對 當然現在就是很多嘛 做這個社會組織運動的這個臨位啊 或者是最近比較紅的打桌球的 或之前打高爾夫球的 對 之類 那他們都用各自的方法去說服了這個學校的體系 對 所以我並不覺得我有多特別 因為在我那個時代就已經有很多人是在 嗯 對 好 所以這邊的 這邊的狀況是說 呃 呃 比如說對於人生發展下一步 這種比較大的決定 嗯 就是要往前邁進的時候 可以做哪些努力跟準備 呃 那如果說是 比如說 像現在喔 就是剛好 呃 我的小孩是青少年 所以他們可能會碰到 他同學碰到的問題 嗯 就是比如說 我想念這個系 我想念科系A 可是我們家人就是覺得科系B比較好 對 那像這種狀況你覺得 青少年應該怎麼跟他的父母親溝通 因為他還沒大到他可以獨立自主啊 對 接下來18歲就成年了 嗯 所以你說選科系呢是18歲以後的事不是嗎 嗯 有些人可能從選作就開始了 也許 但是他就即將成年了 嗯 對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那就是他的事了 嗯 不是說民法18歲成年的那一秒 他才變一個成年人 嗯 前面是一個小孩當然不是嘛 而是說他16、17歲的時候就是在為18歲成年來做準備 嗯 那我覺得台灣之前當然我們就是他18、19歲的時候要負完全的責任 卻沒有完全的權利 這個比較奇怪的這個情況這個是特殊的時空環境造成的啦 那但是到這本書出版的時候可能已經是民法已經下修到就是18歲成年已經正式生效了嘛 所以我覺得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們對17歲左右的人像在選組16歲17歲 我覺得我們就是要把它當作他是為他即將成年做好準備 而不是說他還是少年不是這樣子 嗯 那如果說我們回到沙盤演練 就是你覺得如果是這樣的話 怎麼樣跟就親子之間怎麼樣的溝通是比較好 比如說對於討論未來的可惜 嗯 就是或是不管是幾歲啦 就是在討論未來志向的時候你覺得在溝通的時候 對親子中間的溝通要點 就是把雙方都當成年人啊 嗯 對你跟其他成年的家人怎麼溝通 你就跟這個人怎麼溝通 嗯 那甚至再推廣一點來講 就是如果你的朋友有一個想法 你跟他想法不同 你會有一個邊界嘛 就你會干預你的朋友是有一個界限的 嗯 對再超過了就就不是只是朋友的關係了嘛 所以意思就是說我們對於一個成年人為自己負責這件事情 他已經是社會的基本互動的一部分 也就是說他是這個類似不顧不問啦 他還沒有拿定主意 那你當然盡量要提供意見 你提供了之後他已經拿定主意了 那他就說好那這是final 這是我最後的決定 那你當然也不會再講什麼了 最多就是說那就會有這個後果 那你要參考 就到這裡嘛 一般兩個成年人一定是這樣子的 對 那所以我的建議就是 那當然如果你的小孩 即使是17歲還沒有18歲 即將成年 你如果是把他就當做18歲 已經成年來對待的話 對他成熟是很有幫助 嗯嗯 所以就聽上年來說 其實自己也先想好 然後 也給父母適度的權利就好 你的意思是這樣 應該就是說 一如是A to A 就是你不可能讓父母親 就是干預你所有的事情 對不對 應該就是說 如果父母親之前習慣干預 那隨著你離18歲越近 那這種習慣就必須要調整 因為到最後 不管刑法上還名法上 你要負完全的責任 你不能再說 這是我爸媽叫我做的 這樣講已經沒有用了 對 那所以你簽了一個契約 也不是像以前那樣子 就是要作為 法定代理人的父母幫你簽 而是說你簽了名字 那對不起你就是要負責了 對 那所以就是說 雖然法律上面到18歲生日那一天 才需要負責完全責任 但是如果在此之前 不慢慢擺脫這個習慣的話 那到了18歲的時候 還是很難真的負完全責任 嗯嗯嗯嗯 要接 有點像心理學上面 就是那個PAC的那個理論 對啊是是是 就是A對A的溝通 慢慢講 就是皮馬龍效應 對不對 就是你越把人家當作A 那他就越成熟的 就比較完整 那當然就是父母自己 也不一定能夠放掉P的那個角色 但至少就是把對方當成一個成人 對 所以在你們家來說是13歲就開始 然後對一般家庭來講 可能18歲之後才會勉強的 慢慢的釋放 對對就是 心不甘情不願的開始調整 心不甘情不願的放手 但是我要提醒就是 因為接下來就提早兩年成年了 對 所以你也得提早兩年來調適 對對 這是對爸媽來說是一個 也是一個功課 是 好 那家人的部分 就先這樣子 嗯 那朋友的部分是這樣子 就是 其實我也看到Audrey有很多各式各樣類型的朋友 對啊 對 嗯 前陣子看你在演講裡面有提到一個 就是在打多人線上遊戲的時候有 彈補跟輸出這種角色 對 所以你周遭的朋友就是 你大致想一下那個類型 大概是哪些類型 然後你至今有受到他們什麼樣的幫助 是 我覺得彈補輸出那個有一個前提 就是我們是在戰鬥的那個環境裡面 對 但我交朋友很少在那種環境裡面的 對 勉強要講的就是打魔法風雲會的時候 可是那個已經大概20年前的事情了 很久以前了 我從那個時候開始參加的 像PRO社群等等 其實都是互相加強 互相協助 等於每個人都是互相補 就是補師嘛 互相補充的角色 而不是需要去談 因為我們也沒有什麼敵人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遊戲規則的不同 如果一開始就是一個競爭型的 不當我們反拍的時候 就跟現在那個奧運一樣啊 就也是有資格賽啊 巡迴賽啊 這個到最後區域的冠軍賽啊 錦標賽啊 經過幾輪中資選手啊 什麼都有的嘛 那在那個情況下 當然是一個競爭的環境 但是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就沒有再把自己放到類似的競爭環境裡面 對 所以對我來想 朋友就是共同創作的人 只有這一種角色 嗯嗯 就只有這一種 對 那能不能講一下 至今你受到朋友幫助的經驗有哪一些 嗯 太多了嘛 對不對 可以舉例一下 可以舉例啊 舉例來講 好比像說 像當時我在加入內閣的時候 那當時因為社會政委 這是一個全新的一個工作 對 那也沒有人知道到底是 呃 要做什麼 或者是能做什麼 或者不要做什麼 那所以當時在巨靈V裡面的朋友 就一起開了一個共筆 嗯 這個GOV 巨靈V 唐鳳入閣的新挑戰嘛 對不對 那所以 巨靈V的朋友們 就真的很用心 去把各種各樣我會碰到的問題 呃 就是碰到的挑戰 都好像預先幫我想好 預先幫我 就是 類似我去跟校長談的時候一樣 把我想好 我在內閣裡面 會碰到怎麼樣的挑戰 對 真的 那也包含說 欸那我在這個工作上面 欸如果受到一些挫折怎麼樣 會怎麼樣反過來影響我這些朋友 欸他們也做好的心理準備 那最妙的就是說 這些是完全是公開的 嗯 就不是私下交談 全部都在媒體都看得到的一份工筆上 嗯 而與此同時在Wise Life上面 媒體也不斷的在對我提問嘛 嗯 所以當時我覺得幫助很大 就是說G0V這邊的這些朋友們 他基本上就是 真的數位政委就是 每個人都把自己設身處地想說 欸我現在在唐鳳即將入閣這個位置 我會最注意什麼 我會怎麼怎麼樣 所以真的是數位 對 是 那媒體的話當然就不是這樣子 媒體大概 比較在意的都是說 欸他 就是之前沒有想像過這種角色 他想要定位嘛 這個角色 尤其當時我在人在國外 根本面對面是見不到面 對 所以大家就是純問字的去 每個人都在之前的媒體問的問題上面 繼續去 就是營造 就是他們不管想要營造什麼形象了 對 所以我們這邊的這個具體的討論 給我很充足的心理的準備 一方面去面對媒體 那二方面也是說 欸那我自己也開始定位說 因為數位政委是怎麼一回事這樣 的確 所以其實我們上次有談到 其實你就是成長於黑客圈 對 所以其實那個黑客圈的幫助一直到現在 其實都還是存在對不對 當然當然 口罩實名是 從青少年到現在 全部都是大家一起創作的成果 你的確就是黑客國的人啊 是 是這樣 所以一直到現在 他們還是會給你很多意見 對啊 我們每天每天 今天一面開運會的時候 我一面還在跟居民業朋友在共同 這樣子 對 關於簡訊施連制的事情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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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 完全是一個 這是數位政委 在這點真的是 很棒 互相發現到彼此 是是是 好 好 下一題呢 是 我們的日本編輯問的 因為在日本 生活在群體裡的壓力很大 就是大家都要閱讀空氣 對啊 所以 他問到是說 您覺得個人生活 跟生活在群體裡面的差別是什麼 還有就是朋友是必要的嗎 我是覺得 好比像說 像我們剛剛講的那個共筆 其實就是每個人用自己的節奏 我如果忙著開運會 我就不可能一直回來寫字 但是別人在打字 我還是看得到 那同樣的道理 這個比較習慣用聽的 或用講的 他也可以再用機器合成語音 或者用語音輸入 他也不需要一定要打字 之類 所以像共語這種場域 他就是讓每個人用自己的節奏 去進行社會上面的互動跟共同創造 那但是一般說要閱讀空氣的場合 則不是如此 大部分都是在講 我們這邊叫看臉色 就是說大家都在同一個場域 而且每個人發言的權利 不一定是對等的 那所以我們就必須要用一些非語言訊息 來揣摩彼此的狀態等等 對 所以可以說是這兩個是完全不同的 一個是非常的inclusive 就是他很照顧到每個人多元的節奏的需求 另外一個幾乎就是會議的主席 或者是場面裡面比較有話語圈的那幾個人 能夠以他們的節奏為節奏 而跟不上的人 或者是不習慣用這樣的方式溝通的人 就只能閱讀空氣了 所以意思是說同樣是在群體裡面 什麼樣的群體其實還是可以選擇的 就是那個空間是可以選擇的 空間是可以選擇的 人可能就是同樣的這些人 但是大家互動的方式是可以調整的 好 這個顏色的問題我們待會可以再問 那朋友對你來說 就是他問到問題 問法是說朋友是必須的嗎 所以你覺得 因為如果是集思廣義的話 一個人沒有什麼好集思的 對不對 也不可能達到廣義嘛 對所以對我來講 因為剛剛已經界定朋友就是共同創作 就是共同創作 等於互相補權嘛 互補嘛 對那所以互補或者共同創作這種概念 當然不可能一個人執行啊 那所以除非是說在某些題目上面 他因為很瑣碎很小 我自己一個人就可以處理 不然大部分我所關心的事情 沒有朋友是不可能的 對的確 而且我記得你曾經有提過一個 樂趣最優 所以這邊所謂的樂趣 其實就是在社群裡面的樂趣 就是到共同創作的樂趣 對 那我也不會覺得這個創作 像這樣著作權 以前都是覺得 好像是一個人才是作者 其他人是幫他打下手的 之類的這種感覺 但共創的場域就不是如此 幾乎每一個人 就算他只改了一個字 他也是就是用心的 找到哪一個字要改嘛 所以等於每一個人都是共同創作 不是說一個主要作者 其他人都是幫他打工 當然不是這樣子 那我覺得這種態度 也影響我說 不會變成說 好像其他人是為我工作 或者我是為誰工作 而是說大家都是一起工作這樣 覺得都是朋友 因為這樣好像很難想像一個 就是唐鳳王人生是沒有朋友的 對啊 等於從一開始就是 不可能的 對有很多朋友 OK 所以這其實也表示 你的朋友們覺得你是 可以相處的 是不是可以這樣反推論 當然 但是意思就是我不會強迫他 用他不習慣的方式來跟我相處 對 如果他只寫email 他寫email也可以跟我相處 如果他只願意這個講電話 那講電話也可以跟我相處 如果他只願意寫共筆 那共筆也可以相處等等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中間有很多場域 可以把這些模式互相轉換 可是如果他一直要找你去跑馬拉松 可能就沒有辦法相處 他還是可以去跑馬拉松 他可以就是肩上放個iPad 就看起來我也會陪他 好 了解了 就還是可以參與就對了 OK 好 那就是進一步就談到社群的部分 因為現在就是實體的社群裡面 當然就是我們既有的 比如說家人、朋友、同學的關係這樣 但是網絡社群裡面當然就是有各式各樣的可能 所以您自己也參與社群 就是有哪些正面跟負面的經驗 然後您的 這對您後來的人生的影響是有哪一些 其實我們現在叫社群的community 其實以前是翻成社區community 其實是同一個字 同一個字 對 所以其實差別只是我們對於誰是鄰居的差別改變了 以前是真的他必須要在同一個行政區的才是鄰居 但是現在就不是了 現在在同一個網站的就是鄰居嘛 所以我意思是說 我覺得改變的只是鄰居的感覺 但是並不是我們跟鄰居相處的方式 就因為您剛剛講的是說 好像家人左鄰右舍是一種模式實體的 那在線上是另外一種模式虛擬的 但我要講的是說 其實真的你仔細看的話沒有差那麼多 唯一的差別真的就是說 有些人他時間投注在網路裡多一點 他就會覺得網路裡這些人才是我的鄰居 而住我隔壁的反而是陌生人 對 那有些人當然就是覺得隔壁的才是鄰居 網路上這些都只是一個電視台而已之類的 就是有不同的想法 所以是跟你投入時間在哪一個社群身上有關係 所以我不覺得這是一種非此其比 而是說你越投入行李進去 你對那個空間的共同創作的參與度越多 你越會覺得那個是我的community 那當然我們現在還是習慣把線上交社群 線下交社群 但是我覺得差別不大 那您投入社群當然比較是線上那邊 就是有負面的經驗嗎 我想線上的社群的負面大概都是它的空間所造成的 也就是說如果這個空間它是鼓勵大家彼此出征 我常常說在Facebook以前這個留言都是正方形的框 長方形啊但是直角的嘛 不像Instagram現在Facebook也改了 是圓角形的 那或者是說 這樣就有差嗎 有差啊就是感覺不一樣了 或者是說留言的時候之前都會自動代入這個對方的名字 那也沒有就是除了讚之外的可以按 那那個讚旁邊只有數字 所以很快就會變成好像比人氣啊 這樣子的情況 就是它有些設計讓互動很容易變成打臉而不是打輸 就是是變成對人不對事 那當然後來參考Instagram等等 Facebook慢慢就開始有修改 就是讓這種就是互相罵戰的情況比較不容易發生 對但我要講的是說人還是一樣的人嘛 並不是說這個社群的組成真的有那麼大的改變 而是光是這些視覺上面的或者是互動方式的 或甚至是從一個讚變成好幾個這個可以回應的感受之類 每一個改變它都會造成互動性質的改變 所以我會把它歸因於這個社群 會把它歸因於這個界面 跟界面有關係 對 所以您剛才提到的是說Facebook後來參考Instagram改的是 第一個是它的對話框的 的樣子就是它變成了圓角 然後就會自動帶入對方的名字 然後它在回應的時候以前都是全部攤評 那它現在就是有多層啊 有兩層回應 那兩層回應的互動也變成有很多不同的情緒符號 而不是只有讚而已 對 然後事實上有很多 真的要講有很多 但是就是說這些都是讓他們的叫什麼Civic Integrity 就是這個公民社會的一致性 變得比較親社會 比較Pro Social 對 而不是反社會 不是Anti Social 那我也不覺得他們現在這個設計真的就很棒 只是說比起早期很容易就出征 現在稍微好一點點 嗯嗯嗯嗯 了解 這好像就是之前你上次談到的 就是在Social Times的時候在研究 對 對 在社群網路上的Pro Social 對 Anti Social 這個就是我們主要的研究主題 對 了解 原來如此 嗯 所以你自己在社群 你剛才講的是比較genal 在社群裡面 可能因為 界面的 界面的影響 那你自己有哪些在社群的負面經驗嗎 就是你自己 嗯就是 就是 每次大概我看到 我不會把它歸因於是這個社群有負面的經驗 我記憶裡面都是說 這個界面這個功能 這個互動的場域 造成了這樣子的後果 嗯 造成了這樣子的結果 嗯 所以你現在某一問說 欸這個什麼時候 我大概就不是很記得了 因為對我來講就是說 欸當時我看到這一些 後來他們也調整了這樣子的界面 也就不太再出現類似的事情了等等 那當然這個如果要去找文獻的話 應該是非常多的吧 包含在競選的期間 怎麼樣透過Micro Targeting 就是 就是 精準投放的廣告嘛 去促成這個人不去投票 或者是促成這個對於不同的候選人去抹黑他們 等等的這些事情嘛 這個從 2016啊 我們2018啊等等 其實都有非常多文獻在講 怎麼樣透過廣告的精準投放來操縱 關於投票行為等等的部分 很多是非常負面的嘛 那但是因為這些大概都調整 以Facebook而言 19年 20年都調整了不少 對 所以現在我在講 好像是在講以前的事情 我現在也沒有記得那麼清楚 不過我也記得你之前有說過Slido 對 因為他只讓大家按讚 就是 而不會讓他留言 對 所以其實也就不會有那個 對 兩層三層的留言 對 對 對 了解 所以今天真的影響很大 影響整個社群會不會放到 對對對 因為我是很對 對師不對人嘛 對 我就會把它當作那些空間的問題 不會當成受到那個空間影響的人的問題 嗯 了解 好 還有一題 這也是非常日本式的問題 就是 不得不參與群體生活的時候 該怎麼樣找到自己的位置 嗯 我覺得你的位置就是 你現在的位置 嗯 我想這個問題要問的是說 怎麼樣找到你相對於別人的位置 對 但是我覺得這個不需要去找 嗯 就是說你就是你的位置 會這樣子問有一個前提 就是 如果你跟別人有不一致的地方 不是你的問題就是對方的問題 要嘛是你要調整 要嘛是你要比他調整 之類的 就他他後面大概都有一個這種預設 對 但在我的想法裡不是這樣 如果有不一致的地方的話 既不是你的問題 也不是別人的問題 嗯 就跟我上次講的 對我們就把那個不一致 本身當作一個題目來討論就可以了 嗯嗯 討論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說 好比像說 我自己有一些在這個空間裡面的需求 那像舉例來講 我在行政院裡面就很需要投影 嗯 那但是 一般的中文辦公室 其實是 不會有這樣子的 專門會議的設備 都要去用會議室 嗯嗯嗯 那 對對外面的會議室 但是對我來講呢 那個會議室 首先可能有人在用 對 而且他要setup那個投影機也很formal 我比較習慣這種比較informal的情況下 那大家可以看同一個投影 那所以我們怎麼解決 解決其實就是拿油漆 你可以看到這面牆跟旁邊的顏色是不一樣的 對 所以我一進來 2016年的時候 一進來 就是麻煩這邊的秘書處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拿這種特別白的油漆 去棄這一面牆 讓它變成可以開放力比較好 對這樣就變成投影幕了 這樣就是投影幕了 它就不會有色片啊等等的情況 那這樣的話就架了一台投影機 然後直接把我手上的寫的字 就可以投影上去 所以我就可以在這邊開視訊會議 這邊也可以去錄影棚 這邊就變成一個多功能的 那但是唯一要調整的 並不是院內的採購規則 也不是會議室的使用規則 也不是什麼別的東西 全部就是拿個油漆來騎一騎而已 對 我舉這個看起來很瑣碎的例子 但是意思就是說 通常只要大家有共同的價值 一定都可以用一些創新 而且可能不是很花錢 尤其也沒有很花錢的方法 來就是讓雙方都能夠滿足 需求 在我來講 我可以不需要用會議室 就可以做視訊會議 在行政院來講 我開視訊會議的對象等等 如果我需要這個clearance 就是要確保我不是在自己家裡開的話 那至少我不需要一天到晚去接會議室 對那這個是極為所遂 但是我想從這個放大 大概就可以去想說 你看我既沒有調整 也沒有逼著原本不調整 我們是一起做下來 為共同的價值找出一套創新的做法 這中間有一個前提 就是願意很坦誠的溝通自己有什麼需要 對啊當然當然 我想這個需要是共同的需要 那如果從原本部的角度來看 這個共同的需要 它只要不要變成一個特例 好像說只有唐鳳能這樣 其他人不能這樣 那當然就不是很妙 但是哪尤其七強這件事情 任何別的公務員要也是可以要的 所以就不是為了我開一個特例 但是如果為了我說 某間會議室只有唐鳳能用 這樣就不是很對 對了解 好 所以是可以創造新的慣例 對不對 這好像回應到你一直很喜歡 就是那new know 對啊 共創一個新的慣例 對 另外關社群裡面的問題 第三個也是有點負面的 就是要怎麼樣才能克服霸凌的問題 還有人類排斥他人的傾向 對 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要先喜歡自己 然後喜歡自己之後 也把霸凌的情況當做一個要討論的社會的事情 來公開討論 通常這兩個都做了之後 大家的注意力就會變成一個比較建設性的就是我們未來怎麼樣防止類似的霸凌再次發生 而不是變成好像一定要出征啊 復仇啊 便利別人啊 這種感覺 像我記得說之前 有一些輔導 有一些中學生跟我對談 那他就說有一陣子 輔導還在重建的時候 他去輔導外面的學校上學 那他就被霸凌 因為他的同學或甚至老師會說這個好像你想要輻射線啊什麼 覺得他很不舒服 本身就是活動輻射 對很不舒服 因為其實這跟科學沒有關係 這完全是一種歧視嘛 對 那但是他如果因此而討厭自己 那這個霸凌的結果就會是他可能會想要復仇 想要出征想要遍遞其他人等等 但是因為他採取的方式是在這個輔導 甚至全國性的電視上跟唐鳳討論這個題目 對 所以這個就是很正向 他非常的有建設性 因為他可以變成是一個話題 然後他的以前的那些同學或老師 因為他已經搬回復動了 其實就是就會了解到說 這樣子做是會造成什麼不好的後果 有哪些更好的做法 而且我也告訴他說 其實就是要喜歡自己 現在全世界都在疫情當中慢慢的來恢復 這種不確定性焦慮感 怎麼樣透過團結去克服掉他 等於輔導比我們提前十年嗎 對 經驗到這整件事情 對 他們是先行者 可以這樣講 因為就是染疫的人 他如果康復了 還是別人說不定有的時候 會不想要離他太近等等 所以就是說他的這種經驗已經 他克服的經驗可以幫到每一個人 在現代的每一個人 的確 對那所以這個時候就是他喜歡自己的一個很好的理由 對 那所以我大概都是透過這樣的方式來說 關於霸凌這件事 怎麼要去克服 這個例子很棒 所以關於喜歡自己這件事情 你自己或是你聽過的 就是其他的方法有嗎 我覺得這個方法很棒 但是有我想要再多寫一點的方面 是 我之前也常提說 那時候我為了想要了解 小學二年級我的同學為什麼霸凌我 就去看了很多關於兒童心理學的書籍 對 那所以那些書籍就告訴我說 他會霸凌我不是他自己 而是他的家長給他的成就壓力 這個又來自於他家長本身所在的社會環境 是讓他把自尊建立在跟別人的比較 而不是自己的滿足上面等等 所以這樣子一想完之後 我當然就無所謂原不原諒 對不對 因為就已經知道 那只是結構造成的 它只是結構的一個symptom 一個並爭啊 所以我們如果要 讓重霸凌不要再發生 不是針對那個人或他的家庭 而是說我們針對教育制度 怎麼樣把這個自信建立在素養 而不是建立在彼此比較上面 那所以後面就是教育改革啊等等 相關的一些書籍 我就會再去看 所以透過了解 所以這個事情其實後來延續下 就是你的教育改革的一些理念 就是參加當時的這個教育改革 不敢說我的了 就是當時一路到410交改啊等等 覺得大家都會去講說 我們之前這種單一軌道的 只有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之後的 總好是書家等等的這種感覺 那是不健康的 那要怎麼樣去克服它等等 那當我的注意力放在這裡 我就不會再被我以前被霸凌的那個經驗 所所盘踞 那但是如果我的注意力是放在 特定的人或他的家庭 那這樣當然就很不妙 所以這樣看起來其實 喜歡自己的過程裡 我覺得人天生可能小孩子都是喜歡自己的 後來自己之所以會變得不喜歡自己 可能是別人對你的評價 對啊 遭遇了某些事情 所以現在看起來你的做法是說 我們就把造成不喜歡自己的那件事情 但做一個獨立的議題來研究 你去研究它嘛 研究到了一些成果 這個成果也可以跟人分享 那一旦有貢獻 那當然就喜歡自己了 對 然後之後研究了結果之後 也許未來形有餘力的時候 再看如何可以預防 對啊 以後的人再遭遇到這樣 就是這個意思 OK 我了解了 好 那從社群我們又擴起到大眾的部分 因為現在 數位政委的角色 其實你是常要跟一些不特定的大眾互動 當然 因為你每天可能有些時候也不知道自己 會碰到哪些新的人 就是新的人這樣 所以這樣的經歷是你想要的人生經歷嗎 嗯 就是原來其實你也沒有預想過吧 但我一直都很喜歡交新朋友 就是我對於這種很陌生的環境 很陌生的文化等等 一向都是充滿好奇心 所以也可以說 在網路上每個人都是一個暱稱嘛 就算是我本來很熟的人 他換一個暱稱就是一個新的人了 對 所以我隨時都是面對不特定大眾這種感覺 在網路上本來就是這樣子 那這幾年因為又接觸了又更多一點 就是從數位政委的生涯之後 對 所以這樣接觸了更多人 不特定大眾的時候你的領悟有來寫 大概好幾個嘛 一個是說 就像我當時去27個城市黑客森 我就發現說 在任何不同的文化裡面 看同一件事就會有不同的詮釋 可是就像你剛剛講到一些基本的需求 人的基本的需求是一樣的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就比較不會 把自己用什麼特定的標籤 我是什麼人 什麼人 而是變成是什麼經驗 我就這個經驗 那個經驗 那個經驗 來進行調整 所以當我碰到不特定的人的時候 我也不會把他在腦裡分門別類 說這是這種人 這是那種人 而是說他現在分享他的經驗 那這跟我之前的經驗 有沒有哪些共通的地方呢 大概都是用這樣的方式來互動 那我也發現到 我越是這樣子互動 互動品質就越好 嗯嗯嗯嗯 了解 所以你對對方更多的是好奇 然後之後可能就可以同理 對 當然是這樣 那這也可以回應到你之前講的 自己是一個載題 嗯嗯 其實也包括這種 共同經驗的載題 共同經驗的載題 對 好 那之後我們來談那個溝通的部分 溝通的部分 當然就是文字的也有 然後口語的也有 嗯嗯 嗯 所以 我覺得我覺得 我覺得就是一個非常擅長 擅長言語溝通的人 嗯 這不只是只是流利 而是 包括有很多 比如說 情緒的感知 以及就是 即時的回應這樣 所以 所以你自己 嗯 在人際溝通的時候 呃 當然很多時候是出於直覺 就覺得應該這麼做 對 不是想好的 對 就是覺得之後你後來 比如說有些時候你看看自己 嗯 的主持稿 或者是比如說看到一些話題 影片 影片 你自己看了之後 你自己 有沒有發現說 自己的溝通模式是怎麼樣 嗯 其實之前我都說是傾聽 嗯 所以我常常會注意到說 我很認真聽你講話的時候 我會有一點傾斜 就真的 頭會稍微歪一點 對 那我覺得這個是 就是 呃 一方面當然它展現出一種 就是我願意被你的語言 或想法所打動 like literally 真的有打動 對 那另外一方面也是說 欸那我願意去 用你的角度去看世界 嗯 跟那個感覺 就是說 一方面是說 我願意想一些我沒想過的部分 那二方面是說 我想了這些部分之後 說不定我未來看新的事情 跟我們在談的這件事 無關的時候 我會想說欸對 現在如果我是不是從 我習慣的角度 而從之前這一位的角度來看 這件事情應該有個不同的面貌 等等 所以就是類似一個 一個神入吧 的這樣一種感覺 對 那這個是蠻多的 神入是什麼 就是可能一個神入 沒有錯吧 就empathy嘛 一個人發成同力 對對對 那神入可能更精進 進入對方的角度 對 ok 所以對方帶著情緒來的時候 你的應對原則會不一樣嗎 就進入他的情緒 嗯 可是如果對方是很生氣 或是很悲傷的情緒 會一點點悲傷 哦 ok 了解 所以你回情緒 我清潔也不是90度 對我了解 我了解 對對對 是童微微 對不起 可是我只是覺得 要跟一個充滿怒氣的人的溝通 是非常困難的事情 因為當下他在那個點上面 所以 具體來說到底應該怎麼做 所謂的進入他的情緒 到底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 他憤怒很可能是因為覺得不被了解 這是最最常見的 嗯 就是那個挫折感非常的深 那所以 一方面就是說 可能肯定 他對於這件事情的憤怒 表示這件事很重要 就是說 他憤怒表示 他覺得某個共同需求沒有滿足 你要先肯認這個共同需求 嗯 那另外就是說 可能轉成 呃 我們叫義憤或憤慨啊 就是說他不是針對 對人的憤怒 而是針對一個不正義 就是一個情況的憤怒 啊 那我常常講的就是 確實如此 或者我完全同意 嗯嗯 那這個就是去肯認說 他所感受到的那個不公不義 真的是不公不義 嗯嗯 那那大部分在憤怒中的人 你如果完全不保留的去說 你感受到這個不公不義是正確的 他他很難繼續那麼憤怒 嗯 嗯 因為他得到了 得到了理解 支持 支持 對 那他的那個同仇敵開的那個 Rapport就是 彼此互相肯定的部分 那個正面的部分 就會開始出現 嗯嗯嗯嗯 所以 你的回音方其實就是 讓他從那個情緒的高點 慢慢的落下來 嗯 可能是轉換 轉換 對就是從那個怒怒變成樂樂 哈哈 對 了解 那個顏色稍微改變一下 對對對 那通常這樣子的溝通的尾聲 嗯 你覺得會是什麼樣的結果 大概都會是確保 未來 有怎麼樣子的情況 雙方可以調整 嗯嗯 那讓這種不公不義的事情 發生機率減低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嗯嗯嗯 所以要把眼光激放在未來 對 因為激放在過去 除非真的有時光機 對 不然沒什麼用 所以未來是有可以做的事情 未來一定有可以做的事情 一定有可以做的事情 嗯 好 好 嗯 另外一個就是談到世代的溝通 因為這好像是一個 也是一個很常被提及的話題 對 這中間是有雙方的情緒在 當然喔 比如說年輕人覺得很難跟 嗯 嗯 資深的人溝通 然後資深又覺得很難跟年輕人溝通 對啊 對 所以你覺得 因為你剛好站在中間點 沒錯沒錯 年紀上也是中間點 真的真的 所以你有看到什麼 就是雙方可以 互相調整的地方 就是或是說他在溝通 面對年長人或年輕人 他在溝通的心態上面 或做法上面 有什麼是可以比現在更好的做法 不過所有年長的人 都有 當他年輕的時候 面對年長人的經驗 那當然 對 所以 我覺得 我覺得 共同經驗還是最基本的 嗯嗯嗯 就是說我們如果 自己是年長的人 嗯 自己想一想說 自己年輕的時候面對長輩 嗯 會有怎麼樣子的情況 嗯 立刻就可以進入同一野情境裡面 嗯嗯 這是年輕的人所不具備的 嗯 他沒有辦法 除非天能什麼 他沒有辦法去預料到 他未來變成長輩的時候 年輕人找他 他是什麼感覺 對 所以我覺得最簡單的方式 就是長輩 先想一想自己年輕的時候 嗯 那如果是年輕人的話 可能邀請長輩 想一想他年輕的時候 那這樣子雙方突然間就回到有共同的經驗 嗯嗯嗯 那如果是強調那個世代的差距 那是大概是可能是沒救了 因為越強調你也不可能這個年輕人忽然就老40歲 沒有這種事情 但是如果是就回想當年的經驗的話 那可能只要一個瞬間就可以轉念 對啦我自己之前也很不懂事什麼之類的 會有這樣子的效果 嗯 回想之後如果在工作上面 比如說實際上做法上面 還是有些不一樣的地方 好比想說 呃 就 比如說 我講一個就是 以前發生在我們編輯部的理事 是 就是 可能我們的主管覺得說 大家開會就是不應該要用手機 對啊 對 可是年輕人就是覺得說 我們開會碰到什麼不確定的事情 就是要用手機啊 要不然大家這邊想破頭也沒有用 對 那比如說就是這樣的特定的情形 對啊 事實上 再往前一倍的話 那這個就是個人電腦 嗯 之前也有人就是強調說重要的都要用手寫 對 或者是排字工人一定要用什麼方式去排嘛 嗯 對但一旦有個人電腦就完全不是這樣 只要有一個人開始這個自己打字 自己發稿等等 他等於跳過整個手寫印刷牌子 對 等等的這些程序 所以其實也是對於制度的一個破壞 對 我要講的事情就是說 每一個世代隨著工具的進步 我不要說進步好 工具的改變 它一定都會改變本來的溝通的模式 嗯 那本來一定要回到會議室才能夠做決定 嗯 那其實有BB Call的時候還是這樣 但是一旦開始有大哥大的時候 還沒有智慧型手機的時候 欸就改變了 因為可以Group Call 所以大家可以Count Call 然後在遠端也可以做決定等等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大概四十歲五十歲六十歲的人 其實之前從手搖的電話 我們現在還會說播電話 但是到底你在播什麼 對不對 只有轉換才能播 這樣講我真的提到我還是寫播電話 對不對 但是那是就是一旦變成說 欸這個從世話Decuple 變成是任何人都可以拿一個大哥大 然後按Count Call 那立刻就是溝通的狀態就改變 因為你不需要在那邊等電話 沒有等電話這件事情 所以在我們自己年輕的經驗裡 我們也經歷過這種事情 我們也曾經是拿新的溝通工具去挑戰 舊有的一定要進辦公室 一定要直奔 一定要怎麼樣 一定要簽子 什麼之類的這種人 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不是說這樣子回想 立刻就可以達到一個共同的決定 但這樣子回想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 欸那其實就是對面做的這個抗議的人 你以前可能也在那個位置過 對 那其實這就是完全是感受而已 不是說一定要你順著他 還是說你在進入這種心態的時候 可能比較定得進去 那但我有感覺說 因為年輕人對於數位工具的掌握 是更為多元 而且熟悉 所以像類似這種 比如說 我們就說是工作場合 工作場合這種 比較牽涉到是 在工作方式的溝通的時候 我感覺年輕人其實好像 還是必須扮演一個比較主動 願意溝通的角色 當然了 就是說因為數位工具的特色 就是說假設有長輩 他真的覺得中文只能直排右到左 我還是認識一些長輩是堅持說 為什麼橫書也要右到左 是因為它相當於直排每一欄只有一個字 對 就是為什麼是書法的那個概念 對 那就是說數位工具有好處是 他只要按一個鍵 就可以把本來橫排的文件全部轉成 直排右到左 給這位長輩 所以就是說 剛剛講的數位的包容性也在這裡 就是我們不是強迫 已經很習慣看標凱儀的長輩 一定要看整黑題 對 我們不是要強迫 我知道你在講什麼 對我們不是要強迫說 已經很習慣直書右到左的長輩 一定要看橫書左到右 而是說你真的只要按一個鍵 你就可以對齊到他本來的拍板 對 所以這種靈活性 其實長輩學了一次之後 他也可以教別人 所以你剛說年輕人要主動 可能就是發現這個工具的時候 年輕人可以主動 你看有個新的方向 但是一旦長輩會了之後 他傳播的能力 事實上很可能比年輕人高 因為話語權畢竟還是高一些 所以我覺得 比如說像剛才舉的例子很好 就是 也許你以前就應該 就是可以示範給長輩看見 你按一個鍵就可以 對按一個鍵 就回到你習慣的樣子 對對對 因為以前長輩的感覺 就是整片要重拍 這樣花時間又浪費錢 什麼之類的 對啊 重操啊 所以感覺就是要主動做出一個示範 跟建議 然後也許讓長輩有一點可以選擇的感覺 而且也是覺得 那年輕人是尊重我的 其實很多長輩 並不是要年輕人 改變他的工作方式 他只是不要年輕人 來改變他的工作方式 對 其實他並不是一個aggressive 他並不是一個侵略性的 他不是 長輩也都知道 你不可能逼著年輕人回去 手抄啊 簽字拍板 沒有這種事情了嘛 但很多長輩 他喜歡看到那種 標開題的毛病的感覺 所以他只是這個感覺要被尊重 他不是要逼著年輕人接手那個感覺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點 對 所以就是從你現在的角度來看 如果我給你的字型 我按一個鍵就可以全部重拍 也沒有花到他的時間嘛 就好像說我們之前常常去的那個 故宮這個很多長輩 覺得感應一個東西 就是好像毛毛的 那種感覺 因為為什麼他沒有一個票根 可以回去放在日記裡 那你要尊重他 看完故宮 要拿票根回去放在日記裡 的這個需求 他並不是逼著年輕人 不能用QR Code 只能用紙本 但他真的需要一個憑證嘛 所以後來才會討論出說 那他就用QR Code 或感應NFC 然後入場 入場之後 都已經不用再排隊了 那他再去拿一個 這個紀念的這個票根 但這個票根就可以客製化了嘛 因為已經不排隊了嘛 所以這個時候說不定他看的 很多文物啊什麼 還有QR Code啊 回去一掃還可以跑到就是 就是你叫Animal Crossy 洞森裡面去嘛 後來出了很多Open Data的那種 對 那這個時候他帶回去 就不是夾在日記裡而已 他還是可以夾在日記裡 但他可以給他的孫子孫女去掃 就變成這個遊戲的一部分 對延伸那個經驗 很多的話題 但你如果不尊重他 逼他一定只能拿那種感熱紙 還會褪色 那他一定跟你翻臉 所以剛剛那個點很重要 就是其實有些時候 他只是不想被改變 對 所以你要尊重他 那因為數位科系的特色 就是不止一味 所以可以在不犧牲年輕人的 既有的習慣的情況下 也尊重常備的習慣 嗯嗯 這點真的很重要 我覺得這個是Key 真的 因為有些年輕人會覺得說 啊你那樣子 跟不上時代啦 真的會露出那種侵略的表情 對那就是一種侵略性 那就是一個就是不會被長輩就是買單 對對對對對 那就是說從年輕人的角度來看 其實你硬要長輩改變是沒有必要的 那這個時候年輕人其實的特色 就是說假設長輩能夠講得出他的需求 嗯 那或者年輕人願意直接問說 那不然你習慣怎樣 對那這樣子的話其實雙方你看 就從對人變成對事了 就變成一個共同創造的關係 OK 這句話也很關鍵 可見你有非常豐富跟長輩功能 那當然啊 阿嬤 對啊 快九十歲了 對啊真的 好 那下一題是談到說 現在因為我們每個人留在網路上的言行 都會變成網路的履歷 嗯 就是有些時候就是查詢 太容易被找到 對就很容易被找到 然後 這題其實也是日本編輯問的 因為他們最近這個奧運 因為有一些 之前就是有反對辦奧運的那種風潮 嗯 所以有很多原來被邀請 要幫奧運 比如說創作或是表演的藝術家 後來都他們都拒絕 而且那是一個 一片風潮 就大家全部都拒絕這樣 嗯 那他的意思是說 可能那時候他就會有一些這樣的說法 這樣 嗯 所以 我們那個編輯的問題是說 假設未來就是 這些人的言行 全部都被留在網路上面 可是後來 如果後來風向又變了 等於說他們現在做的事情 就是必須要被檢驗嘛 對 不過我不確定這個問題的意思是什麼 因為如果網友要肉搜 要處徵一個人 他不需要是真的 什麼機啊 嗯 他完全可以是偽造的 對 完全可以是腦補的 裸織的 對 等等對不對 像那個活手這兩個字 對不對 哈哈哈哈 就是說 這個時候你很難主張說 他之前的言行有何不妥 對 就是完全沒有不妥的情況下 還是可以被裸起 對 就是如果他蓄力要攻擊 對啊 對 應該這樣子啦 就是說 讓我們換個問法 就是說 其實我們每個人在成長過程裡面 可能有些我們對人或對事的這種論點 或是感受會不一樣 所以但是因為你可能都在網路上面留下了某些紀錄 所以你有很有可能會被人家 後來就事後會被人家發現說 你是有一些想法上不一樣的地方 或不一致的地方 不過這是我想一般人都可以理解啊 就不可能一個人一輩子都是同一個想法 嗯嗯 對那網路的好處 反而是他有一個時間戳擊啊 絕大部分的留言都有 他是幾年幾月流的嘛 嗯 對所以基本上任何人都有改變自己的觀點的經驗 所以說不能改變觀點 那個是大家都知道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比較重要的是那個觀點是什麼時候發表的 那網路的好處是透過像Internet Archive之類 你很容易證明那件事情是什麼時候發表的 嗯 對所以我不覺得這是一個問題 因為你要想如果沒有忘記網路 那就是道聽途說啊 嗯 我記得他是這個看法什麼之類 那反而更難更難去有完整的脈絡 像我們的逐字稿為什麼那麼有用 就是因為任何被我這個提到的東西 如果你要主張說我是這個意見 但是我其實只是提到它喔 而已 那我只要有逐字稿這些關鍵詞 立刻就可以回到這個脈絡 嗯 我回到這個影片的這一段 嗯 你就發現說我只是提到 嗯 我並不是主張 對 所以你要把我斷上去慶祝說真的沒有那麼容易 嗯 對那這個就是網路的好處 對 所以不是憑空的是要把它跟沒有的東西比嘛 OK 留下記錄其實也可能是就是幫助你澄清某些事情 對 對 所以記錄的完整性啊 我覺得蠻重要的 那這也就是為什麼我盡可能的像這種訪談之類 嗯 都留下完整的記錄 一方面是作為素材 但是二方面也是說 那我們在整理的時候是對著同樣的東西整理 對 那這也很重要 OK 嗯 所以這其實也是嗯 嗯 其實同樣的網路履歷這件事情 其實最剛開始被提出來討論 是聽說有些公司的認知 就是他在選擇某些關鍵的認知的時候 就沒事就會露搜一下說 那他去露搜一下這個人怎麼樣 他沒有改名成鮭魚過啊 什麼之類的 對對對 就是最早可能是針對這樣的現象 因為這個其實很難免嘛 很難免 那我的意思是說 那每個人在面對自己的過去 就是有些時候是這麼的 談論在一個你未知的人面前 他那個未知的人可能又對你 有一點影響 就是會決定你某些事情的時候 對 有沒有什麼做法你覺得是比較好的 嗯 你說除了真的改名叫鮭魚 對 對 如果真的改就沒辦法 對你如果真的改名叫鮭魚 那就算了 對 那就算了 因為你的你的本名的歷史就跟你沒關係 對 是你改回去才會出麻煩 對 你如果從此以後就叫鮭魚 反而沒事 對真的 我就一一貫之 對我就一一貫之 因為這個時候人知道的也只是唐鮭魚 三個字 你還不知道我本來叫什麼 對 真的 真的 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想每一個人對於自己的網路足跡 他的這種自主權 其實是在一開始加入網路社群的時候很難料想到的 因為沒有人知道未來會怎麼樣 那所以我自己的想法也很簡單嘛 就是像我在不管instagram facebook twitter 我都就是把它當作抛弃著作權 抛弃肖像權 反正我寫下的那一刻 就已經是大家都可以隨便詮釋了 有人把我的照片變成指揮颱風 往右往左 最近才看到 是嗎 對對對 就是颱風轉向 然後就劈給我的圖上去 老婆影響颱風好不進 現在的神力更強大 不只能控制老婆 對對對 氣象兵器 什麼 氣象兵器 人形氣象兵器 對對對 你看我是笑笑的講這個 我不會覺得好像我被冒犯或我被侵犯 事實上我覺得超有創意的 對對對 那所以當就是任何人都可以說 唐鳳做了任何事的時候 反而又沒有好像我的網路足跡的那個問題 如果人資群就是Google我的名字的話 會看到一大堆這種東西 我想人資應該不會去Google 因為太多了 真假難辨 對就是這樣 就是說當你已經變成一個創作素材 那其實反而就自由了 對 沒有這方面的問題了 對 我覺得那個切割也很重要 比如說別人創作就是別人的創作 其實那已經跟我本體已經沒有關係 對對對 像說我們這個錄影應該接下來會公開嗎 那如果有人在底下留言 那就是他的創作 對 並不是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我了解 我覺得這一段我特別希望西大大能夠聽一下 是 是 希望維尼能夠在中國有比較好的待遇 謝謝 是 真的 了解 好 那我們就往下移動 就是到 其實溝通還有一個部分是 比如說 任何 不管是在學校裡面或是在公司 或是在任何組合裡面都會碰到 就是開會 怎麼樣把會議開好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是有多麼困擾大家呢 我來講 分享一下 就是以前我在經理人月看的時候 我們每次只要封面主題寫如何開好會議 就都會大賣 可見這件事情就是一個非常困擾大家 缺什麼不勝 對 誰要來慎重的請教一下 如何開好會議 你的體會是什麼 我覺得最好的開會的方式 就是確保這場會不要白開 其實開會最讓大家不舒服的 並不是開會本身 而是開了一個會之後 你沒有因此而減少開下一次會的擴大 這是所謂的一會養會 有的時候開一次會 是推翻上一次會的決議 所以你下一次又要回到上上次 對 那這個才是 就是這個結構才是讓大家最不舒服的 像我經常舉這個 我剛入閣的電子經濟的案例 對 那時候可以感覺得出來 各部會的同仁都很挫折 因為電子經濟的跨部會協調 到我第一次開會的時候 已經是第十年了 就是所有這些人 都之前不斷的被找來行政院開 完全好像永結回歸 十年啊 就每年都是電競元年嘛 對 那甚至之前 我也是看媒體 我這個沒有查證過 之前據媒體說 甚至有前面的行政院長親自協調 協調完大家都覺得終於底定了 一出會議時就翻案 對 所以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對同仁來講 真的很挫折 那並不是因為哪一場會議很挫折 而是因為 好像沒有一場會議算數 很挫折 那所以 我們的處理方式也很簡單 就是 我不下財事 其實 不下財事就不會被翻桌 翻桌是說 主席財事 你覺得好像 你被主席摸頭 來這邊只是幫主席背書 這樣當然回去就翻桌 但是我們的方式不是這樣 而且各部會把自己的主張 全部都公開 書字搞編輯之後就上網 那上網之後 不管那位網友是承辦人 還是電競的運動員 反正他會看到 看到之後他趕快提出一些想法 之類 那所以在這樣子 就是每一動都不能取消上一動 的這個情況下 每一動不能取消一動 他就必須一直一直 往有建設性的方向走 因為我們做的事情只有一個 類似一個分散式這樣的 就是每一個新的東西 新的想法 一提出我們記錄下來 但是並不是拿他去否定前面 對 那所以這樣子來回來回 三次回應 就寫條文了 OK 對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們把結構 就是事前的 就是充分的告知嘛 事後充分的透明嘛 那在前面因為充分告知 所以網友可以提出很有創意的見解 圍棋本來是一種文化 但是自從圍棋變成在電腦網路上下之後 也變成一種電競了 這個真的電步不破 因為真的是這樣子 對 那他提出這個洞見之後 這個共同的價值一下就凝聚了 就對齊了 因為文化部確實正在補助電競選手 對 他其實從來沒有想過 他補助的這種電競選手是下圍棋 對 這樣子 那所以這樣子的一個洞見一出現之後 共同價值一凝聚之後 那接下來就是怎麼給出交代的問題而已 對 所以就是說 對齊價值 就是給出交代 那不斷的只做這兩件事 而且絕不做別的事 那這樣子就會確定 每一洞都是 不是浪費時間 會沒有擺開 那一下其實就可以收斂了 嗯嗯嗯嗯嗯 所以最難其實是這兩件事情 就是對齊價值跟給出交代 對 因為對齊價值 並不是很直觀的一件事情 對 很多成抗啊 訴求啊 什麼之類 有人來會議他只是專門講 並不是要聽 對 對 那所以當這個空間能夠營造成 以對齊價值為唯一目的 的時候 那其實本來讓會議變得很負面的那些動力 就不存在了嘛 嗯嗯嗯 對 就是說我們這場會議只是對齊價值 我們並不是做什麼才是 不是一方把一方壓掉等等 那等到開了幾次 價值真的對齊了 那我們接下來就說好 那我們怎麼符合這些價值 大家可以出交代 嗯 其實全部就這樣而已 所以對齊價值那個環節 其實就是所有stakeholder都有表達意見的時候 對對對 但是一旦大家達成了共識之後 就不會有到上一棟 就是繼續有價值 對對對 因為這個是大家都 都雖不滿一旦可接受的東西 對 然後另外一個環節其實就是 看起來最有權力那個人不下才是 對 所以我只是請大家給出交代 對對 這個交代呢 其實我也就是直接公開出去 嗯 我也沒有做別的 嗯 那為什麼是這樣 是因為他們是要對電競選手交代啊 我又不是電競選手 不需要對我交代 嗯嗯嗯 那所以我就沒有 傳統上常有那個代理人問題 就說好像我代表誰誰誰 你對我給出交代 我再去說服他們 那但是因為我又不是他們 我也沒有第一手經驗 嗯嗯 所以我這個說服的過程可能就會出問題 對 那如果出問題的話 我再回來 這個人就是明明講好的 對不對 但是因為我現在這個角色拿掉了 我就說那你把他講清楚 我們十個工作天人編解好 你就直接對他給出交代 嗯嗯嗯 對那這樣子的話自然就不會再來來回 對 對的確 了解 沒改變那個資訊流的流向 對是這樣 嗯嗯嗯嗯嗯 那另外一個比較奇特的會議經驗是 你上次提到的 就是在做應該是疫苗 對 疫苗的系統的時候 一個一個跟縣市長 對 我比較好奇是 二十六個縣市一個一個溝通 意思是應該不只跟一個吧 就是 每一個 我的意思是說 比如說你跟 我現在隨便講苗栗 跟苗栗溝溝通的時候 是跟誰溝通 二十二個縣市絕大部分 大概都是市長 嗯 或縣長本人 對 那有一些情況是副市長或副縣長 對 那通常都會衛生局在他旁邊 對 那也有一些是旁邊的這個 資訊或資科或智慧局啊 對 那或者是民政局啊什麼 大概都會 所以大概就是一級主管 相關的一級主管 跟首長或副首長本人 也有一些是研考會主委帶隊 但大概都是這個形狀 嗯 那里長的意見怎麼進來 所以從民政的角度來看 嗯 就會變成是 因為民政是 之前造冊這個通知的時候 對 他們是地方造冊嘛 嗯 所以里長就是民政這區人 他最關心的部分 對 有的在一些比較偏鄉的時候 是衛生局會自己去對里長 這個時候就是衛生局的同任 會直接開口 會跟我說 所以不管是從民政或衛政來 那但是里長其實之前是他們的合作夥伴 所以他們其實非常 呃 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我們打流感疫苗 並不是一連兩連的事情 對 所以他們跟里長之前是一個很熟悉的夥伴關係 密切的 所以他們比較不會猜錯 因為之前流感疫苗的時候 每一次就是他們去跟里長去掐訊 對 對 了解 所以其實是 所以你是 比如說你是跟 市長或是縣長或是副市長的交通 但是其實他旁邊有一群人 當然有 就是統整意見 這樣子 OK 好 了解 所以這跟他們溝通的時候 你有 就是 這樣二十個縣子溝通下來 呃 有一個溝通的 例行的 像我們剛才整理出幾個步驟 比如說是對情價值跟給出交代 所以是 那這次的溝通裡面 也是類似的 對 就是我可能通常一開場 在講的就是說 本來流感疫苗那種注射的方法 在這次的疫苗 其實有兩個很大的不同 一個是說 我們這一次是絕對不能群聚 流感疫苗說大家 就是 稍微排天 對 其實是無所謂的事情 對 那但是我們這邊 大家一旦大排場 我們立刻 他們縣市政府 就受到很大的壓力 對 所以這是一件事 那第二個是說 之前流感疫苗的供應相當充足 所以呢 你可以afford 就是 每一個醫院都有一些沒有打完的 對 那甚至兩三倍都沒有關係 在那邊等著人打 對 那但是我們這邊不是這樣子 我們這邊 一旦 就是 大家發現 中央有一些沒有配給地方 中央立刻受到批評 對 中央一旦配給地方 只要發現地方放在衛生局的冰箱裡 沒有配到 就是醫院或者是診所等等 立刻受到批評 對 到了醫院 醫院沒有打掉 立刻受到批評 所以這個情況 在流感疫苗是沒有的 對 當然關注度沒那麼高 對 因為大家的需求沒有那麼陰切 嗯 這邊是因為就是 需求非常的陰切 所以 只要有人覺得 他在冰箱裡放到 這個 甚至 並沒有快過期喔 只要稍微放久一點 立刻就攻擊 很難投 不管冰箱在誰那裡就是攻擊誰 對對對 沒錯沒錯 那所以這個是一個 共同的壓力的情勢嘛 那所以 我的一開始的共同價值 就是先講出 這兩個事實 對 就沒有人會反對的 事實 那我的感受就是說 欸 就是大家都在互相猜 地方也不知道 中央什麼時候會配多少 疫苗下來 中央也不知道 我配下來之後 什麼時候會打到 嗯 那所以就是雙方都在彼此猜測 嗯 那如果地方這個估計的寬了 那就是讓更多人來嘛 那就會有人撲空 嗯 會被罵 嗯 他估計的比較保守 沒有那麼多人來 他冰箱剩一些 被罵 沒錯 他怎麼樣都不對 對 對那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就提出這個 中央造冊 嗯 那中央通知 當然未來可能一部分會變 中央造冊的地方通知 但是不管是怎麼樣 總之中央造冊 OK 他們有多少人預約 我們就賠多少機 對 那這樣子你每一個星期都會剛好用完 對 那所以這樣子 剛好用完就是他唯一不被罵 對 的那個情況 對 大概就是這樣 OK 所以您的角色就是說明了前提 就是事實嘛 沒有人反對的 對 我的感受就是現在大家都在互相財 壓力非常大 對 焦慮這種感受 那接下來我的建議就是說 那中央造冊 那多少人預約我們就配多少機下去 那這樣剛好就是精準投放的情況下 對 那就大家都不會挨碼 那這件事情就變成中央跟地方 從互相拆擠變成一個互相合作的關係 所以 以這個例子來說 其實 在跟每一個縣市首長開會的時候 其實已經預設了結論 只是後來自上做法怎麼做 沒有沒有沒有 還是怎麼樣 我們的做法 其實是縣市長共創出來的 OK 我們預設的只有前面的事實跟感受 OK 因為事實跟感受真的是 是後來的 是共同的 OK 對 那我們有很多執行上面的具體做法 好比像說 49歲以下 是不是還要長有有序 那這個就是縣市長主張 對主張說 同樣是 假設 我們現在盛行率低嘛 所以其實重症死亡率 18歲跟48歲並沒有差那麼多 我們先假設接受這個前提 雖然48歲還是高一點 但假設差不多嘛 好 那這個情況下 為什麼還是48歲要先達到 原因就是因為 如果一家 這個家庭裡面 有48歲的人跟18歲的人 這個48歲的人染病 失去工作能力 這個18歲的人會蠻慘的 對 那但是如果現在是這個18歲的人染病 那48歲的人健康 48歲的人是可以照顧他 對 對 那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還是長有有序 OK 這點考量就 這就不是我想到的 對 這個就是縣市長提醒的 後來大家給了意見 對 可是哪個縣市長可能想的不一樣 所以但是你是單一跟他們討論 所以到時候統整出來的結論 是怎麼出來的 其實就是分了好像三四天吧 每一天會收到一個階段性的結論 但是因為其實縣市長跟縣市長之間 在這種基本的應用倫理學上面 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對 所以其實並沒有什麼反覆的這個情況 OK 大家比較在意的都還是說 像我一開始的想法是說 要確保完全沒有數位落差 可能是49歲嘛 剛剛講49歲 那但是很多縣市長是說 64歲 就應該可以用音樂系統 有賴就可以了 對 那64跟49 還是有一個差距嘛 對 那所以這個高達15歲的差距 到底要怎麼彌補 那他們就建議就是透過打電話到1999來彌補 就是如果中間真的很困難 那他打電話給1999 或打給里長 或怎麼樣 那由這個民政系統來補這15歲的這個差距 那這樣子的話就不需要 像我一開始比較保守 覺得等到49歲再來用這套系統 所以反而是提前 當然就是 我這邊講的都是有些縣市長 因為我們大家也都知道有些縣市長 覺得85歲就可以預約了 就是說 當然光譜 每個人位置不一樣 但是64歲 就是大家都能接受的 對 了解 OK 這個很棒 這個很有參考性 因為其實難度很高 這個22個縣市這個難度真的太高了 是是是 太多不同的想法 對 而且大家當時對中央都有一些願情 對 對 因為覺得多了少了都是他們愛嗎 對 的確 好 好 那這邊我就延伸下來就是說 那在 因為現在我們其實有很多工具可以做溝通 因為我們是在一個這樣的時代裡面 所以在這樣的時代裡面 就是一個 一個團體 一個團體裡面 就是怎麼樣建立共識 是你覺得是一個有沒有比較好的做法 嗯 其實剛才已經講了 對 就是聚焦在那個價值的對齊 嗯 那然後在對齊以前 對 都不要想什麼決定 嗯嗯嗯 對 那真的對齊了 而且確認都沒有問題了 再來想給出交代 OK 對內對外給出交代 對 這兩個混在一起 就會出問題 因為就會變成少數人的公式想要壓過其他人 變成是我們幾個人對齊了 其他人還沒有啊 嗯 我們就逼著其他人給出交代 嗯 這樣就不Work 嗯嗯 嗯 所以嗯 這個事情很有趣 比如說我們剛剛講到開會 嗯 所以歐洲醫師分享說 就是前面先講了事實跟感受的部分 就是說這場會專門只分享大家的事實跟感受 對 我們絕對不做決定 絕對不會跳到給出交代那一邊 OK好 所以那個會議 就是它是有進程的 就是可能第一場會議就是這樣子 對 然後之後可能就是會有別的 沒有就是說就是開到感受開始收斂為止 OK 收斂到共同的價值為止 嗯嗯嗯 了解 嗯 這很好啊 因為呃就是這跟創作是完全不一樣的一個路徑 對跟個人創作 就是像創作一般 個人創作其實 比如說以小說來講 很多時候是想好的開頭跟結尾 對 然後中間再把它寫完 對 所以這是完全不一樣的方法 對 對對對 我覺得呃 在開會的時候 主席或主持人的這個角色 他可以是確實像小說作者 所以我都已經想好結論了 嗯 我只是想盡辦法說服你 嗯嗯 或者是說他比較不像是一個呃 就是創作者 他比較像是一個空間的營造者 嗯嗯 就是說我是設計舞台 設計燈光 設計音響 但是我並不是上去跳舞 不是上去表演 不是上去演奏 啊 那所以我如果把自己完全當作facilitative 就是完全是一個引導助進的角色 嗯 那我沒有agenda 我沒有議程 我的議程完全是來的人決定 哦 對那這樣子的情況下就不會出現 像你剛剛說 好大家覺得主席是一個作者已經想要結局 嗯嗯 這種情況其實很多 很多會議其實是已經想好結論 對 然後只是來讓大家假裝參與一下 對就摸頭嘛 對對 了解 完全不一樣 嗯 好 嗯 另外就是談到 嗯 也是比較是年輕世代的問題 因為那個年輕世代其實有被命名 剛才上次上次有講到一個叫做Screen Brand 對 然後現在有之前也有人講說這個叫APP世代 對 所以在APP世代啊 因為他們很紛重 嗯 對 那 你看到就是比如說現在你接觸的年輕朋友裡面 比如說這位 對 突然被聽 對 就是 你覺得像這樣 在年輕然後又很紛重的這個時代裡面 他們 怎麼樣可以互相理解 就是有沒有什麼樣的比較好的建議 嗯 我覺得分重是從內容的製作者的角度來看 嗯 嗯 就是說 對 我覺得有大量的素材 對 因為以前如果只有少數幾個創作的 還不像說老三代什麼的 那大部分人只是接受 而沒有再次創作的能力 因為根本還沒有個人電腦 對 那個時候 那如果你是一個想要像剛剛那種改梗圖啊 什麼 嗯 你會很平急 因為你就算改完 你沒有一個無線廣播電台 根本沒有人開到 也沒有人看到 只能自己看一看 對對對 就是自己自己分享這樣 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當然就是說 即使是在當年 我也常被提醒說 還是有地下電台 對 所以其實其實我在講的這種東西 並不是不存在的 還是存在的 但是 就是說 就是說架一個地下電台 當時也是要冒一些風險 對 所以除非你有很強的那種 你知道政治的使命感 歷史的使命感 不然不一定會花那麼多力氣啊 那現在 不是需要什麼使命感 也不需要什麼投資嘛 對 任何人只要有手機 他立刻就變成共同創作者 他就算只是看別人的創作截圖下來 然後加幾個字 這個什麼 court one in 對 發一個顏色 加一個色票 加一個色馬 加一個圖地銀行 還是合固的logo 馬上就變成創作者 對 那所以你看這個創作 是不是平衡來不是 這跟以前那種 要commission完全不相干 他是一面看比賽轉播 就看到那個回放畫面 說不定下一秒已經創作完了 他絕大部分 然後變在他創作上再去累積 對 絕大部分的素材是當下的 那他一分享 就進入一個社群嘛 社群就開始發揮各種各樣的創意 所以我的意思只是說 這個分眾 從二創者的角度來看 其實是非常多的共同創作者 每一個角度並不是 好像讓他難以觸及 而是他自己的 難以觸及的這群人 會因為他的作品 而跟他連結 所以完全互不相干的一群人 就因為一個就是羽毛球掉到哪裡 的那個梗 會突然間 ad-hoc就是事後的組成 他們彼此互不相識 只是因為這一件事變成一個社群 對 那所以這種 那單色社群也有可能是暫時的 當然 事情過了就散了 或者也可能不散 沒有人知道 對 但是這種 就是 特色式的 這種 這種 快閃式的 這種社群 就 不是 我們傳統上說 大眾分眾 它跟大眾分眾已經沒有關係 大眾分眾是 固定一群人的季節 對 那這種快閃 它是 event based 就是一旦有一個主題標籤 一旦有一個事件 立刻就組成 那所以 我會覺得說 年輕的時代 很習慣這種事情 可能對他們來講 這種 event based 的東西 才是 才是 尋常的 而 就是 變成特定的標籤 特定的分眾 那個才是異常的 那 這跟我們傳統主流媒體 是很不一樣的 對 尤其是比如說像 說到這件事講 比如說Instagram 跟FB 就是完全不同的社群人 對其實Instagram就是 用我剛剛講 後面這種概念 對 你刷一個拼貼牆 哪一個吸引到你 你立刻就加入那個主題標籤 對 甚至它還有一個 call to action 就是讓你立刻 就多拍一個什麼東西 所以 它就是 馬上就是人連到 概念 連到更多的人 連到更多的概念 等等 那但是我們以前不是 我們以前是 這群人先框定了 嗯 那它只共用一個 或兩個 形容這個族群的標籤 那然後我們就 對準這個來投放 對 所以一個純橫向 那一個是一個人最多 三四個縱向 再多了它有沒有 那麼多力氣去顧 對 那Instagram另外一個 讓我不解的地方 就是那個現實動態 就是一天 只有一天就不見了 沒有就沒有了 這我一直都覺得 不能理解 所以這個到底 是什麼樣的邏輯 你覺得 我覺得 一天就 結束就算了 我過癮就好了 對啊對啊 不用留下痕跡 因為對我來講 就是現動 對我來講 它的意思就是說 你要跟它互動 不然就不存在 的一個東西 就像是有一些直播 它開完直播之後 也不出錄影 就沒有了 也不出錄影 對對對 那為什麼是因為 它希望所有參與者 都是在當下 那它並不是要為了成為素材 而創作的 它是為了那個體驗 在音樂上叫做一個jam 對 那其實jam 就是一個jamming 就是一個 J-A-M J-A-M 我不知道什麼 它叫什麼 即興互動演奏 OK 即興互動演奏 好厲害 對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就是 那個即興的感覺 就屬於當場 所以它等於是把 就現動 等於是把這種當場的感覺 帶到這種網路上 嗯嗯 所以是讓我有一個察覺 就是說 像以前可能 比如說作品 就是希望能夠被留下來 對 可是現在的作品 可以是即興的 可是透過很多即興 變成一個比較帶狀的記憶 就是說 以後可能就來發了這個人這樣 而不是因為它留下來 什麼很表情的作品 所以就是只有那個作品 我就來發了這樣 嗯 對啊 或者是說像 我剛剛說 Quart One In 其實它也不是在指設一個作品 它是在指設一個現象 對 裡面有非常多可能 一下就不見的作品 對 對 但是以後大家聽到說 Quart One In 大家還會記得 對 那記得是什麼呢 並不是像 蒙娜麗莎那種 單一作者單一創作 而是記得 當時大家一起 參與的那種感覺 嗯嗯嗯 所以如果這樣的話 其實像那個 台灣Can Help 那個 五月時報廣告 對 也是一樣 也是一樣嘛 就是說那個廣告本身是一回事 但大家記得 這個hashtag 之後可以用很久 嗯嗯 各種各樣不同的情況都有人在用 嗯嗯 的確 這樣我好像比較理解了 嗯嗯嗯 就是身為母親呢 其實我一直很堅韌才爭取到我們家小孩的Instagram的那個追蹤權 追蹤權 對對對 因為她所朋友 對對對 那因為我們我們家就是 呃 像我妹妹她的小孩 就是 雖然有FB 嗯 可是在FB上把她媽列為是 嗯 我知道她都射個齒輪嘛 哈哈 除了我媽以為都可以看 對 看人常常有這種事情 對對對 所以我們很努力要加入小孩的社群 社群這樣 很好玩 嗯 好 那我們來談一下那個 人際關係裡面一定會有的 一個面向 就常會有個面向叫做競爭 嗯 因為像我們在學校裡面其實就是面對很多競爭嘛 呃 那有些競爭其實你也是不得不面對的 嗯 所以比如說面對競爭的時候 就是怎麼想這件事情 嗯 比較好 不過我不是 二十年來都沒有在競爭的關係 對啊 你是先知 對 對我來講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對對 對我現在想都不太想得起來了 因為那超久以前了 對 我覺得原因就是這樣 就是我們競爭的東西 也許有一些是真的 好比像說 呃 水資源 好 那這可能是真的 但是絕大部分是虛幻的 就是說 呃 好比像說 欸 不知道欸 第一名的證書 校長講 市長講 嗯 那個其實你自己印章就有的東西 嗯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它不是絕對 它不是 它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稀缺資源 它是人造的稀缺 就是並沒有什麼東西規定說 市長長不能頒給每一個人 嗯 嗯 也就事實上沒有嘛 對 所以當你發現說 欸 它是人造的稀缺的東西 它隨時可以變得更少或更多的時候 那要不要為了這個競爭 完全是你自己的決定嗎 所以 要不要參與或認同那個競爭 對 就是說因為這個競爭它是它是虛的 它不真的影響到任何事情 它事實上連我們之前常常說 呃這個它會激發你成為一個更好的人啊 所以未來你不管求職啊 還是怎麼樣啊之類 但事實上 如果你跟人子打過交道 其實校長講或市長講 絕對不是人子的一個factor 嗯嗯嗯嗯 我從來沒有碰過什麼人子 去看你在高中或高中的時候得個什麼獎 那是真的 對那所以 就是說它真的是完全虛幻的東西 嗯嗯 那我的意思只是說 如果從小習慣了這種競爭的狀態 那未來即使到了職場 明明已經不是競爭了 團隊之間都是互相互不互相合作 你跟你的同事 說真的大部分的時間是在共創 而不是在競爭嘛 對那但是還是會把那種習慣 就是在學校裡形成的習慣 帶進這個職場 那當然職場裡面就會有很多不必要的 對 完全虛的 的這種競爭 對那所以我自己的經驗 因為我大概都是以創業為主 所以我不需要競爭嘛 我連就是上次講的連人字都 我都是站在面試的方 而不是被面試的那一方 對那所以這個情況下 我就更不需要去回想 小的時候在學校裡的那種感覺 的確的 所以你意思是說 對於那種人造的競爭 其實你是可以選擇 要不要參與或怎麼參與 就是說他對你的意義 完全是你自己給他的 OK他對你的意義是自己給的 好那另外一個來談一下衝突 嗯 家人朋友或社群裡面 可能都會有衝突 那社群衝突我們剛才其實 有講了一些 家人的衝突跟朋友的衝突 因為他是實體裡面 跟你真的有很多連結的人 當然 對所以可能有個解放是什麼 其實我蠻喜歡衝突的 因為只要一有衝突 就表示有一個新的點子會出現 那如果沒有衝突的話 那就我們叫business as usual BAU 就昨天怎樣今天還怎樣 哦 對所以有衝突就表示 有新的需求了 或者是舊有的需求 用新的面貌出現 因此舊的方式不能滿足了 嗯 所以就是說 嗯 我這個今天早上才看到一句話 媒體上一句話說 這個有一個 叫做一個老師說 說新課綱是在 好像是做這個教育的實驗 但是其實 因為世界已經改變了 你堅持拿舊課綱去教學 那個也是在做一種實驗 嗯 嗯 那我覺得這是很好的一個提醒 就是說有的時候衝突 在這裡新舊課剛剛衝突 它並不是因為誰跟誰衝突 不是人跟人衝突 不是這一派跟那一派的人衝突 而是說 對某些人來講 他先看到變化中的事實 他先感受到 比如說我們剛剛講氣候變遷 導致水資源缺乏 那一定是在 可能某些 不同的 氣候的 就是影響到的 我們叫氣候難民 一些小島啊 或是離這個遲到 或哪裡的距離 比較近啊等等 反正他們先受影響 那這些先受影響的人 當然會覺得這件事很嚴重 對 而其他人當然還沒有覺得 這件事很嚴重 那當然就會有衝突 但是這個衝突 並不是人的問題 因為你現在把一個 在內陸國家還沒有感覺到 氣候變遷的人 突然把它帶到一個島上 他立刻就感覺到那個 嚴重性 所以其實差別只是 有沒有共同的經驗 所以任何衝突 我覺得大概都可以 從共同的經驗 共同的感受出發 如果缺乏共同的經驗 共同的感受 那就趕快去補課 趕快去感受一下 那感受完之後 共同的價值就很容易形成 可是要創造這樣共同的經驗 需要有人採取主動 當然 對不對 所以就看採取主動的是哪一方 當然每一個人都可以採取主動 因為我們在溝通的一個特點 就是說 每一個人都有一些余裕可以去聽 如果各方都沒有聽的能力 說實話也不可能溝通 就是放話而已 對 對 那放話要變成對話 那至少就是你要有一點時間 要等對方說 要聽對方說 那這個其實也是主動啊 乍看之下是傾聽是被動的行為 但其實並不是被動的 是我把自己準備好 然後願意開始體會 我以前沒有但是你有過的經驗 其實是這個意思 嗯嗯嗯嗯 那句話很關鍵 其實還自己要敞開一點 對啊 那當然社群也好 朋友還有家人也好 都是這樣 嗯嗯嗯 了解 好 然後 最後來談一下那個粉紅色的事情 就是談到戀愛的部分 對 人際關係裡面也會有戀愛 是是 那戀愛當然就是很珍貴 從初戀到不管什麼戀 苦戀什麼悲戀 都用各式各樣的情節這樣 所以 您從自己的戀愛經驗裡面 您自己學習到的事情是什麼 是 我覺得最主要還是要照顧好自己 嗯 照顧好自己之後 就有餘裕去分享 嗯 那分享就會開始彼此關心嘛 等等 那如果沒有照顧好自己 那其實也不會有什麼多的 可以分享 嗯 那就會變成是一個 好像比較是虛索 而不是分享 嗯嗯 的那樣子的感受 嗯嗯嗯 對那我覺得是建立在分享上的話 它無論如何都是成長嘛 都是正向的 對 如果沒有照顧好自己 而且 就是 一定要對方來照顧你 那這樣子 對方能夠分享 也是有限的 嗯嗯 對所以就是先照顧好自己 我覺得是 任何親密關係裡面最重要的一點 嗯 照顧好自己到底包括哪些事情 嗯 就是 還不像睡夠啊 睡到八小時 這真的很重要 對啊 真的沒睡夠 真的沒睡夠會吵架 我覺得 事實上是這樣 因為如果沒有睡夠 那等於就是要 因為沒有睡夠而欠缺的一些自我功能 要求對方幫你填補 嗯 但就是畢竟不是說真的有讀心術 嗯 所以一個人的自我功能 別人能夠幫他填補的是很有限的 那所以 如果就是填補個一兩天也許可以 但是如果這一兩天就是都 就是自己還是沒有睡夠 那就是持續把這種自我功能外部化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大概也沒有人能夠 全面的去照顧所有人的這種需求 對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呃 不是說不能有狀態不好的時候 嗯 但是一兩天大概就要恢復 對 那如果沒有恢復的話 那這個親密關係就會變成香港人 比較虛手 虛手 對 填補自我功能是什麼意思 就是睡夠 其實一句話講就是這樣 就是自我功能包含很多嘛 好比像說剛才講到說 呃要確認這個 呃 我們有聽的那個語譽 哦 對 那在呃 親密關係裡面 對或者 對或者是 家人裡面 呃 常常會有說 我如果沒有睡夠 會怎麼樣 那我會認定事情是怎麼樣 或者是說 呃我會呃抱怨啊 或者是會呃 就是讓其他人知道這是一件重要的事等等 那但是如果我自己心裡沒有這樣子的 語譽去理解到說 欸其實事情有轉環 對方已經願意調整等等 那即使過了一兩天 其實事情已經解決了 嗯 我還是在那個前兩天不舒服的感覺 對 對那但是如果這兩天有睡夠 嗯 其實任何人一醒來 那個自我功能就會回來 會了解到說 欸之前有吵架或怎麼樣 但是現在事情已經變好了 所以就沒事了 嗯嗯 對但如果一直沒有照顧好自己 那可能就是從對方的角度來看 我們明明已經解決了 為什麼你一直在兩天前三天前的情緒裡面 那個感受有落差 對就這樣 哦原來如此 這好深繞喔 嗯 感覺 這個在婚姻裡面也可以使用 嗯嗯 對對對 好 有欸這個我有我有學到 謝謝 謝謝 嗯 好那我們來開始那個假想題的部分 假想題呢就是 如果你可以創造一個虛擬的朋友 嗯 你覺得他會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嗯 我覺得任何人都可以是我虛擬的朋友 嗯 怎麼說 就是說 從我的角度來看 本來就是在虛擬世界裡面 每一個人就像我剛剛講換一個代號 就變成一個新的虛擬的人 嗯嗯 所以每一次像我在看 呃我們青年這個諮詢委員會 他們會到各地然後去蒐集青年的意見啊 Let's talk啊 等等 辦一些活動嘛 那這些活動都會收到就是各地 像今年討論的是這個關於心理諮商 嗯 心理治療 以及特別是在網路時代的這個心理的care 就是心理的照顧 那這些事情還是很棒 那但是因為這些提案人也好 這些討論這些分組 其實除了青年諮詢委員之外 其他人我一個都不認識 嗯嗯 但是就是這些 因為我會看紀錄嘛 逐字港啊之類之類 所以每一個感覺都好像是一個新的朋友 哦OK 但這個朋友又你說是虛擬的 也不是完全虛擬的 因為他是存在的 他存在的 但是因為我理解到他的脈絡 都是在這一個社群的這一個主題裡面去了解 所以我完全其實不知道他是一個怎麼樣的人 我只知道他有怎麼樣的看法 OK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很像一個虛擬的朋友 嗯嗯嗯 就是說其實他後面有些有肉的那一部分 我還沒有認識到 嗯 但是我完全只看他的創作或功能創作或之類 那我就腦補嘛 對 我腦補說 會這樣子提出來他可能是有什麼想法之類 那他腦補大概都是不是真的了 只是方便我的理解 那但是我會警覺說這其實是我腦補 嗯嗯 就好像我們看很多公民連署的提案 其實提案的人他一定是感受到什麼個人經驗 但他不一定寫進那個提案裡面 對 所以我們看提案的時候也得腦補 對 所以是這個原因 所以光是這種腦補 我就覺得是好像有種虛擬性在裡面 對對對 腦補是一個很有趣的詞 在這邊可以應用 對 不知道腦補翻成日文的我 哈哈哈 恭喜 好 那個講講題還有另外一題 這個嗯 就是如果老子 莊子孔子孟子孟子 是你的同班同學 是 嗯 你覺得你會跟誰變成好朋友 都會吧 都會吧 那個 腦補或虛擬 我覺得日文不就叫假想 對 對 我覺得翻假想就已經很好 假想都可以了 對 他們會用那個字有嗎 就是人字旁在那個反的那個 對 對 對 我覺得就是這些哲學的工作者 一定很快之後都可以變成好朋友 對 那你覺得你會跟他們聊什麼 嗯 也要看他們的生活環境 嗯 因為如果是我到他們的生活環境 對 聊的就是他們整天碰到的事情 嗯 如果是他們在我們的生活環境 聊就是我們碰到的事情 對 所以我要講的就是說 不是因為他們的創作 我就這個否定他們有這個 產生新的經驗的能力 哦 OK 了解 了解 對 那如果是你去他們的時代 對 當然每個時代都不一樣 對 假設他們就全部都在同一個時代 那當然就是討論那個時代的經驗嘛 那個時代的經驗長什麼樣子 我們就會討論什麼 我的意思只是說 把我當作一個載體 放到什麼地方 我就是以那個地方的經驗 嗯 作為我的題目 嗯 我不會覺得說 好像我是一個承載者 呃 我自己裡面有什麼 原生的 先於經驗的什麼東西 以至於穿越到不同的時代 嗯 都會改變那個時代 我並沒有什麼感覺 我覺得我就是一個法語詞啦 就好像一個游標一樣 那所以就是你移到哪裡 那邊本來有什麼就是什麼 OK 了解 他們都是在 算是春秋戰國時代 嗯 所以那個時代的氛圍裡面 你覺得有什麼主題是你感興趣的 春秋戰國也是差很久 對 很久 其實是不一樣的狀態 但是那邊那時候我覺得有個很美好的地方 對 就是百家 百家證明 對 百家證明的那個 我覺得非常美好 是是是 我覺得確實啊 就是那種思想的自由度 嗯 我覺得那個是很棒的 不過當然現在也不遜於那個時候 當然 所以我覺得現在也不錯 不是說一定是古人比較好 但是我覺得另外一個我會很感興趣的 就是假設真的穿越 到那個時候的話 可能還是 就是那些沒有被文字記下來的 因為我們知道那個時候文字還在形成 對 稀有資源 對 是稀有資源 那不管是龜甲逐漸還是什麼東西 都是稀有資源 所以我想絕大部分的流行音樂 所以並沒有被寫進實境裡面 沒錯 對 所以其實我關心的 反而是沒有被寫下來的 嗯 因為寫下來的我們今天都知道了 對 但沒有被寫下來的 基本上就是考古學 當然也許拿出一些東西 可是基本上我想絕大部分都不在了 對 所以那個會是什麼 那是一個謎 一個mystery 對 所以那個我會有興趣 因為是一個mystery 反而是已經寫下來的 我覺得還好 嗯嗯嗯 對耶 這真的是一個很棒的點 好 那我大概知道 我們還是休息一下下好了 好 因為我們大概到四點半 我想說 爭取到一點時間 對 剛剛有幾題 還沒有問到的是 剛剛提到衝突 因為衝突 剛剛Audrey有說 其實覺得還蠻喜歡衝突的 因為衝突可能是有創心 有創而心 對有創心 沒有創哪有心 對對 但是有些衝突可能 暫時是沒有辦法解決的 所以 都當然沒有辦法解決 對 因為解決的是造成衝突的那個事情 嗯 不是衝突本身 哦 OK 那我的意思是說 造成衝突的那個事情 如果是沒有 無解的 結構性的 對 無解的那怎麼辦 那就不解決啊 那就不解決 對啊 我的意思是說 有的時候 我們經過衝突 以及同力彼此的感受之後 其實最後達成的其實是 接受跟放下 所以是溝通 對 因為其實處理 不是每次都可能做得到的 它如果後面真的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 那我們最多能夠做的 就是去想說我們怎麼cope 就是怎麼樣子去因應 而不是怎麼解決嘛 所以那個解決是最好的狀態 就是真的有一些創新可以解決後面那個根本問題 嗯 但是有更多的情況是 那個根本問題 它就是以目前的創新的可能性是無解的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必須因應 舉例來講 他必須說 如果現在就發明 可以瞬間把溫室氣體 從大氣層中移除的技術 嗯 那當然我們就不用在這邊討論什麼氣候變遷了 對 那就是因為沒有這種創新 所以我們在討論的只能是 氣候變遷得因應 對 以及怎麼樣在盡量短的時間裡面 達到這個精靈排放 對 那就是因為我們不可能按一個鍵 就全部收回來 那所以我們剛剛講的解決 那是有點像按一個鍵就全部收回來 對 那個是很可遇不可求 絕大部分說是比較像我剛剛講的 就是我們不斷的調整之後 有一天可以不要再造成這種情況 但是因為不可能是立刻 所以中間會造成很多不好的後果 那我們要怎麼因應 最多就是這樣 對對 好 所以 事實上還是可以 就是有 比現在往前進一步 對 可是可能不是最後 就是真的根本的解決了那件事 就是說至少我們可以解決什麼呢 就是有人會主張說 就是排放溫室氣體也沒什麼後果 亞格爾就沒有氣候變遷 我們至少可以解決這個程度的溫室 好好好 對 因為那個那個是虛的嘛 對 就是說它不是實際的狀態 它是人對狀態的感知 有沒有更新到新的狀態而已 對 對 對 那個絕對可以透過溝通化解 但是氣候變遷本身不是只靠溝通就可以化解 對 的確 了解 很棒 很棒的答案 另外一個是剛才談到合作的部分 可以分享一下吧 你至今經歷過最美好的合作經驗 跟最糟的合作經驗 我現在為什麼比較常講協作 就是因為最美好的經驗都是在彼此互不認識 或總之彼此還不是朋友的情況下 但是還是一起創作一些東西 所以在英文這個就比較清楚 一個是collaborate 就是甚至跟敵人都可以collaborate 但一個是cooperate 就是你已經互相認識互相信任了 所以一個認不認識是 就是是不是有互相關係在前面 如果有的話通常會叫合作 像合作社合作經濟合作組織 都有這個意思嘛 那如果我們講協作意思是本來根本是陌生人 或甚至是互相仇視 但是就是因為情況所以不得不collaborate 這個就叫collaborate 協作 所以你比較常用協作就是合作 對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我們剛剛講到的 就是這種橫向的特赦的 因為某個事件而出現的聯盟 那就像你說可能裡面絕大部分之後就散掉了 那個就是快閃嘛 對 那這種情況下大概都是協作 因為快閃族彼此之間可沒有什麼彼此認識信任 對 這種關係在前面 對 那所以我覺得我參加過最美好的 真的都是這種彼此之間互不謀面 那之前也從來沒有聯絡過 完全都是陌生人的一群人 那因為一件事情好比像說 十連制大家都聚在紙前面蓋章或者收寫 很容易發生群聚感染 那那個情況真的就那麼三天 就是在疫情到高峰 然後指揮中心宣布進入三級境界 那快要宣布的時候大家就已經知道 十連制從本來就是你愛點不甜會變成 這個一定要inforce 尤其在交通工具上 對 那所以就是在各縣市首長 討論這件事的同時 民間所有這種在做十連制系統的工程師 設計師等等也都在絞進腦子想同一個問題 那這些人彼此之間都互不認識 對 那我們就快速三天凝聚出 1922簡訊十連制這個解決方案來 那是非常美好的經驗 那它的美好正因為裡面參與的人 幾乎我本來一個都不認識 對 真的 這真的是一個了解 而且這個協作要完成 其實到最後還要仰來願意去刷那個scan 對啊 因為大家會覺得說 那是一個非常大規模的 大家會覺得說 第一個就是說這個是 我未來有危險會被通知到 這是對我自己好 對 那對那個商家而言 以前為什麼很不願意接受這一類的 就是中央的 都有一個原因就是 他覺得要被查稅 其實就是一個一般的小攤販 為什麼不去做行動支付 他就是覺得說 那我的消費被掌控 所以下一秒就是來查稅了 對 那我們這次有一個很大的突破 就是說他根本不是傳到你的手機 對 所以其實你可以主張 你從頭到尾什麼都不知道 你那個QR Code也可以是 你隔壁的好心的鄰居 用個人的手機幫你辦的 所以他這個QR Code也絕對連不到你 當時就是有很多商圈啊什麼的 就是有熱心的人士嘛 那他用自己 每個人可以申請20張嘛 那就幫他旁邊小吃攤啊 都貼貼貼 對 所以我們這180萬個申請者裡面 到底有多少他真的是企業主 我們完全不知道 對 那所以這個情況下 就避開了本來所有QR Code行動支付 難以推行的一個根本問題 就是查稅的那個問題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設計 它是仰賴於非常多人的善意 包含那個願意幫佐林優舍印的那些人的善意 真的 我之前也是幫我們市場那邊印了 菜市場那邊印了 對啊 所以就是你是主要的貢獻者 對 那就是不認識你但是謝謝你 不是我當然認識你啊 我不認識那些真的印的人 但是非常感謝他們 對 我倒沒有什麼不好的寫作的經驗 因為感覺不好就無法寫作 對 因為一開始如果沒有一個事件 那最多就是彼此之間不聯繫 不聯繫自然也不會不舒服 對 我覺得我在這個位置上有一個特色 就是說因為都是為了公共利益 不會有人專程來找我又對著攝影機 可以講一些犧牲其他人利益的事情 對 因為這個真的就是網友一看到就會很不舒服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來我這邊 大概都是有一些作用可能性 嗯嗯 了解 所以反而沒有一個不好的經驗 對 好 你的正向能力 那個能量場太強了 正能量破表 對對對 真的 真的 然後剛才在談那個溝通那邊 其實有一個可能你也曾經被問到 就是說這個社會上 就是很多人在社會上就是有各式各樣的階級 對 有錢的 有權利的 對 等等 就是那你怎麼看待階級這件事情 嗯 我覺得大部分的這種所謂的階級 就是不管是話語權 經濟上面的權利等等 它都不是個人爭取來的 或者是個人損失的 我們很多就是新自由主義的社會裡面 會說你如果最後沒有達到什麼階級 可能你不努力啊 或者是可能就是你沒有盡全力啊 或什麼之類的 就歸因到個人嘛 那但是當我們在使用階級這個字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是進入你知道 古典社會主義的分析傳統去 就是說其實個人真的沒有什麼太大的選擇了 其實它是完全結構性的 個別的人也許有一些流動 但是個人流動的這個能力 它的穿透力多強 完全是那個社會的組成來決定的 如果這個社會的組成 讓人很難去流動 就算有個別的人有流動 那個階級還是很固化 就會複製 比較像印度的 對 我們的目的如果是 要讓階級比較不適 讓大家達到公平的這個 自我發展的機會的這個限制的話 那現在越來越多人會去看equity 就是平權啊 就是它最後的這個 每個人自我實現 以及貢獻社會的程度的平等 而不是只是說 其實你看每個人的規則 都是一樣的 在那種機會上面的平等 那這個叫equality 對 就是說equality跟equity 我覺得現在當代 大家越來越往equity 這個方向去走 會講說多元啊 包容啊 什麼之類 就是看到說 其實結構性上面 就是讓一些人 他沒有辦法全憑個人的努力 就去翻轉或者突破 或者穿透 這個社會上很多這種階級的東西 所以我會把它當作是 一個社會對自己的期許 就是我們越運用階級這種字 很可能是因為我們想要 它不要再變成任何人的限制 越往equity這種方式走 對 那當然如果我們就是 覺得要固化這個 我覺得反而不會強調這兩個字 對 不會強調階級 對 剛才講equity就直接翻譯成平權嗎 我現在是翻成平權 但可能有更好的翻譯 不確定 我再查一下 所以對於比如說 不管是在台灣或日本的話 你覺得固化階級的狀況 應該不是很嚴重 對不對 當然我們都是跟自己比 對 所以 經濟學上面會有什麼基尼指數 不好意思 就是 就是不平等的那個情況 到底有沒有隨著時間過去 越好或越不好 對 那 我覺得台灣或日本的特色 就是我們會把這種非常強的不平等 特別是在泡沫經濟時期 產生出來的一些 現在看大概都會當成是一個社會 應該要改善的狀態 而不是把它當作是 好像是榮耀的這個狀態 嗯 就是 劇烈的不平等 並不是好像 那我們就這樣兩手一攤 而是說這些基本的 好比像說 學習的啊 健康的啊 溝通的啊 參政啊 等等的權利上面 會覺得 顧化是一件壞事 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只要保持著這種心情吧 那我覺得階級這兩個字就是一個正向的在被使用 就在提醒我們還有哪些要改善的 OK 了解 很棒 我覺得台灣或日本其實有一個我很喜歡的地方 就是說 我們 至少在居住的區域來說 並沒有很明顯 比如說國外的貧民苦的狀況 對 或者是說在美國的話其實就是學區 學區好的地方跟學區不好的地方 它從房價到很多社會資源都不一樣 但我覺得台灣跟日本 似乎沒有那種就是 很明顯的這個地方就會被標籤放就還好 美國現在也就開始檢討這些了 對 那我覺得從我們的角度來看 會覺得每一個人當然自己努力很重要 但是這個社會讓努力的人卻沒有辦法對社會有貢獻 是這個社會的問題 對 那我覺得我們有很強的這種性格在裡面 對對 這樣吧 好 好 今天差不多那個點 謝謝 感謝 我們明天見 好 那之前的包含今天的應該就都可以公開了